一些類似matching模式的東西 我舉一個例子 叫阿成幫我回答這個問題 有的 你的文字呢? 最好是每天 好 我就不問你了 你猜答案是甚麼? 上面有三個老師 第四個應該是誰 四個 我問哪個 問號 好的 其實 因為這個program 上年跟Peter來談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要求 其實我可以按一下 其實他有一些要求就是 要去按緊那個選項 一個時間 可能一秒 他才叫做 收貨 一個選擇 因為剛才 成省同學 他輕輕一碰 就已經答到了 但是我們有些同學 其實他們的習慣性 是 手抖的 或者手抖的 所以呢 我們都會希望 可以 教得到 那個 時間 讓他按久一點 才是 去 去 答了 問題 對 好了 看看這次 你們回答甚麼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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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按住一秒鐘 才收工 才收到貨 對 按了一秒鐘 是 嗯 嗯 他肯定是可以按到的 為什麼我要求他按一秒鐘呢 就是 要他按一秒鐘 就是 要他按一秒鐘 就沒有這個需要 其實呢 對於他來說 如果他移到手去選擇的問題 那一秒鐘在他身上 就不需要 但可能在別的學生 我要他肯定地回答 我就要他按一秒鐘 那麼 阿成現在按不到那一秒 就不代表他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因為他是肯定會回答的 你可不可以試一下伸直的手 碰住冬菇亭 碰住一會兒 碰住自己數三聲 1 2 3 明不明白很困難 是很困難的 所以呢 究竟看我們的目的是甚麼 如果他的目的是 我要他伸到某一個位 大胸部 碰住一點點 不要彈走 這個就是他的訓練 但如果他像一個 那麼隨便的同學 很難留得穩 我要求他停那麼久 其實未必會有一個必要的 那如果 我們來一次 好 來一次 好了 好 這次我知道你碰到就可以了 5 5 4 好了 這次 有甚麼問題 好像 好 好 你看清楚 看清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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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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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他的主力手是左手 要伸到右邊 其實他整個姿勢會軟軟 但是 究竟我們這個 program 的訓練 究竟是要訓練學生去學配對 還是有其他目的呢 這個東西其實是 在不同的情境上有不同的目的 如果我要訓練他的手越過中線 去碰到對的答案 目的就是越過中線 如果我是一個正常 沒有機能限制的 要他回答問題 其實他用的手也能做到 不過我們要讓他自己想想 究竟是怎樣才是最好的方法 其實他絕對做得到 做得很好 給點掌聲自己 好嗎 好耶 好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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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喜歡用電腦去學習的 現在最重要就是